消防人员布局水线对一辆白色轿车进行灭火 因为火势过大现场烟雾弥漫 屏东方山台一县北上路段 12号深夜发生一起火烧车意外 根据了解34岁灵性驾驶 已是为注意车前状况 撞上前方停等红灯的两辆小货车 男子车头因撞击起火 这起事件一共造成四人送医 经过治疗后皆无大碍 看到的时候前面一团烟 就塞车已经塞住了 然后前面烟很多 下车去查看 然后走到前面看的时候 就消防车正在灭火 你看到那个人说 是整个脸都是血的对不对 对 整个脸都是血 然后送到医院了 可以听见目击民众 将其现场画面触目惊心 因为车辆起火无法行驶 导致公路一度进行管制 出现回堵车潮 后续则是缩小为一线道 等待火势扑灭 清洁人员清理事故碎片残科 才回复道路通行 好 好